你好 欢迎收看5月6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花莲新政府在今天举行的暖心母亲表扬大会 有40位的暖心母亲接受公开表扬 县长徐正伟对妈妈们至上最崇敬之意 也预祝天下辛苦伟大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花莲新政府表示 随着性别平等发展 家庭结构多元化 以及为人父母 或是家庭主要照顾者的辛劳付出 不容小觑的因素 因此改变过去做法 除去模范的框架 今年除了修订推荐项目内容 让表扬更加的多元友善 也更名为暖心父母 所有的家人一定要健康 一定要快乐 一定要好好用心吃饭 每一天用心过生活 祝大家谢谢 多位乡镇长以及民意代表 也到场祝贺获奖的妈妈 分别有五个类别 包括热心母亲22位 知心母亲9位 全心母亲4位 尖心母亲4位 欣欣母亲1位 希望透过表扬将母亲们 把最好的都给予家人的那份温暖 心意传递出去 也祝福每一位妈妈 母亲节快乐 记者凌桀 收风箱采盲了吧 我们的小爱心 成就了家庭的所有的爱